一审宣判了 但是审判长蔡守逊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他得要把相关的卷证的资料都整理好 交给高等法院 那么一般都会等到所有被告的卷证都到齐了 才会交出去嘛 但是由于陈水扁他的积压到齐日是25号 如果在25号前 也就是在10天之内 卷证没有办法送达高等法院的话 蔡守逊得要再召开言压庭 那么宣判后的蔡守逊跟陈水扁 可能又要在法庭再度交锋了 连一审宣判后的第二个上班日 法官蔡守逊住家楼下 还是有远景来回巡逻 上班时间一到 轿车开了出来 驾驶座和副驾驶座都是便衣刑警 蔡守逊就坐在驾驶的正后方 头撇向一边看向窗外 似乎在思考些什么事 北岸一审已经宣判了 陈水扁也在14号提出上诉状 即使如此 陈水扁和蔡守逊 还是有可能再度交手 全看北岸见证 何时送到高院 25号是陈水扁积压期满的时效 驾驶如果在25号之前送到高院 将由高院来开陈水扁的积压亭 但是如果25号之前 驾驶还在地院 为了避免积压有空窗期 地院会先行召开积压亭 审理是否延压 这时就是陈水扁再度对上蔡守逊 而日后 驾驶送达高院的当天 还是会再开一审接压亭 一审被判无期徒刑的陈水扁 把毛童对准了蔡守逊 两个人会不会在法庭里再度交手 全看扁案卷证 何时送达 全新新闻吴嘉慧 邱云如综合报道